加油 加油 好 我們白碗要會倒 短短5分鐘利用杵跟舅就要將小米過篩脫殼 考驗族人倒小米的手法 打告蜂巢系列首場活動 排灣族的Bavliva 有情才有愛 在高雄國際花卉市場盛大舉行 吸引近500位族人參與 主要辦理巨目 倒小米 附中接力等傳統競賽 重頭戲則是送情才的活動 讓都會區族人重現傳統文化 里都的那個原住民來這邊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不忘了我們的文化 因為有倒小米 有巨目 也有頂上公布 附中接力 我們都市因為壓力特別大 所以我們來這邊長去在一起 恭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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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灣族文化推動小組表示 送情才會在收穫劑政績或進行 單身男性會上山砍財 送到心儀女方家中 象徵自己有能力 從野外帶來數公斤重的心才 展現男子氣概 女方則會藉由情才上的信物以及綁法 來判斷是哪一位男子表達的心意 對一個女方家 其中一個女方家有一點愛意的時候 我們就會到山上裡面去砍財 就是所謂的Liva 然後我們上到她的家裡 那我們送情才的時間都是在昏暗的時候 天未亮的時候偷偷摸摸的送到我們心愛的女方家 高雄市原委會表示 截至今年8月 高雄排灣族人口已經突破1萬人次 是高雄第二大族群 而這次活動籌劃也是由族人共同策劃 有了更多青年加入展演屬於自己的祭典活動 這場活動我覺得我們非常的驕傲 因為我們是我們的排灣族的社團 他們自己主導 然後自己去選擇自己的這個文化活動 想要怎麼樣的排序 想要進行什麼樣的一個展演 今年3月剛好都園的人口跟園民的人口交換 變成都市原住民的人口超過50% 所以我們園民會也很重視有關 多維去我們所有的族人的權益 包括文化傳承等相關的活動 高雄園民會強調打告蜂巢系列活動 接下來還有阿美族 布農族 以及盧凱族三場祭典活動 歡迎民眾到場一同體驗 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 原則新聞的高雄市採訪報導